大家好 今天是第八課對不對 來看一下 上節課我們就是教最後一個資料處理 以後資料處理反正就那20個函數沒有多太多了 有一些套件可以加速 反正不會用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慢一點而已 就你們目前的程度慢一點不是問題 那我們下一個 我們今天要做一些簡單的資料分析 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用筆電的可以先下載 這是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檔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這個檔案總共有 這是一個DataFrame 這個DataFrame裡面總共有10個Column 這10個哈人分別是10個這個變數 那我們這個檔案是 我們弄就是虛擬出來的啦 這並不是一個真的檔案 但是一個Raw大概就代表一個病人的狀態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會 我們等一下今天就是用這個來分析這樣子 下一節課應該也是用這個檔案 好那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主要說我們可能有興趣 主要說這個 依絕法 它是一個聖絲球過率啊 好不好 那我們可能有興趣說 這個 這個Variable它的這個平均數有多少 那以前我們沒教過嘛 對不對 這個 現在 你就知道說 平均數你要用這個 min這個函數 好不好 min這個函數 這邊一次會教很多函數喔 不過我是覺得 寫程式不用特別背啦 好不好 你就只要知道說 反正我講義就放在網路上嘛 對不對 你只要下次要用到的時候 你知道說 噢那個min在 在哪裡 你曾經看過 噢在第八課 那你就回來翻講義就可以了 那這個min這個函數 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是data是一個data frame嘛 對不對 啊前號是那個 是那個 是那個 鎖引函數 鎖引嘛對不對 data裡面的依絕法 然後min 然後重點是 後面有個參數叫 na.rm.true 好我們先直接按run run了之後 它會看到34.14對不對 如果我不下這個參數的話 好它出來就是na 為什麼咧 na.rm.true就是 如果它有時候會na嘛 就像說你看到這裡會有na 對不對 na 它如果沒有被 去掉的話 na.rm就是 na.remove 這樣子 那它就 它計算平均值的時候 就會加到na 那加到na這個就 呃 就沒有辦法算 這樣可以吧 平均值你們高中 應該有教過吧 對不對 有吧 嗯 應該是有 那除了平均值以外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sd sd就是 標準差 對 standard deviation 那 基本上在r裡面 那個就是 那個函數的名字跟那個 跟那個 實際上它的東西是非常接近的啦 好我們繼續 呃 variance 好這裡我們都 複製貼上就好了好不好 因為 variance你應該知道為什麼吧 variance有沒有人知道不知道為什麼的 標準差的平方好不好 可以齁 其實應該是先有variance才有標準差的啦 好沒關係啦 你們還沒有上統計 其實 好了就算你們上到統計 應該也不會教這個 好 那個 medium medium中位數 好然後 quantile quantile是 比較這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東西 quantile是 就是分位數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那個 就是你們在 考那個 學測的時候pr多少 pr多少 那個東西這樣子 好 quantile 如果你直接打的時候 他會給你 呃 第0百分位就是最小值 100百分位就是最大值 然後還有這個 25 50 75的百分位 好那我舉了來說 呃 我們想要 假設pr95的地方 在哪裡 那我們就要 豆點 0.95 好這樣他就會告訴你 pr95的地方 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第95 第95 百分位數 啊百分位數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從最小排到最大 然後 就跟那個 你們以前在 考那個學測的時候 pr多少 那意思是一樣 也許你們都是pr99 從來不關心這件事啊 對不對 啊不是pr99嗎 應該是啦 好不好 喔 98 喔不是 不是99 98而已這樣 好那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可以取得最小值 不過其實你會quantil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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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了 欸 quantile這個出來的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 我們來做一點有趣的事 假設這是ttt 好這個tt 你問他class 它是一個numeric 對不對 這個tt是一個numeric 欸 喔喔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能是0.95的 我要是完整的 好 你問他classtt 它是一個numeric 對不對 既然它是一個numeric 你就可以用numeric的索引函數 所以如果要找出它的 最小值 我是不是按1這裡 它是不是就出來 0 10這樣可以齁 那如果要最大值 就是最後一個5 這樣可以齁 就是它就是用那個numeric的索引函數 好 max max 這個也很簡單 這些需不需要 螢幕切合去練習 應該不用吧 這太簡單了對不對 好 來table table table這個函數啊 這個 table這個函數 來我們 table這個函數就是 cancel這個 東西在資料表裡面只有0跟1 那table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摘要出來 就是它有幾個0幾個1 這樣子 table這個函數 就是拿來做這件事的 好 table這個函數還可以拿來幹一件更神奇的事情 就是它可以 痘點 你看 cancer 痘點 diabetes 這樣子它出來的是一個2x2的列連表 這樣懂嗎 第一個 cancer cancer放在這裡 cancer在這裡 然後 diabetes在這裡 所以它可以看到這兩兩個組合 這樣子 它可不可以痘點第三次 其實是可以的 data 我們再找個 類的變相 cancer diabetes都用了 desease 這樣子的話 它出來的是一個 這個是 這一個 這是一個 2x2x2的一個陣列 對不對 應該看得出來吧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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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的部分是那個 第一個 cancer 然後 column的部分是diabetes 就是desease等於1的時候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八種組合 因為總共有 每一個 每一個 variable有兩種組合 對不對 三種組合 所以總共有八種 二十三四方 這邊可以接受嗎 會不會覺得太快 還好 再解釋一下 好 主要說三一的這個數字是甚麼意思 是 cancer等於0 diabetes等於0 desease等於0的人數 好 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驗證這件事情 我們來確定一下好不好 我們會用所影函數對不對 我們會用所影函數嘛 所以 data cancer 等於等於0 這樣 這樣出來 我們是不是會出現很多 好 nraw 好 這樣是598對不對 好 不過其實還要加上另外一個條件 阿 還要那個 data cancer 要isna等於false 對不對 等於等於false 好 這樣出來就是 這樣出來就是 cancer等於0的數目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 我們來驗證一下 好 而且 呃 舉行說他的 desease等於0 好然後 他的 desease等於0 欸 出來怎麼是124 怎麼會那麼神奇 啊我們剛剛那個table在哪裡 喔 這個不好意思啦 這個3124 就是 desease等於1啦 這不是desease等於0 124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看到那個 那個組合 組合出來嗎 阿不然我們把這裡桿1 desease等於1 那這邊 我們預期出來就是312 這樣可以嗎 知道這一格在哪裡嗎 這一格在這裡 desease等於1 然後其他兩個等於0 對不對 我們按enter 好312這樣可以齁 所以知道table這個函數要幹什麼嗎 它是計算數目 可以嗎 可以接受喔 好 那table這個函數啊 還可以做一個組合搭配 舉例來說 看著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喔 我們先把 table這個函數的結果 table cancer的結果 存成叫table1 table1就是0跟1對不對 那0跟1然後總共各幾個 那我們想要計算百分比的話 我們可以用prop.table prop.table 那個prop就是prop的意思 比例嘛 按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欸50 百分之58.9 然後41.1 這樣可以齁 那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那個列連表嗎 那個就是2 2x2的列連表 table2 我們把它存成table2 它現在就是有2x2對不對 然後 如果我們用prop.table table 你就可以獲得每一格的百分比 全部 全部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好 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有興趣的議題 就是 我們有興趣的議題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 假如說 我們這裡加起來百分之百 這裡加起來百分之百 啊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可能做到 好可以 就是我們這裡再下一個參數 這裡下一個參數如果是1的話 就是 如果加起來百分之百 如果加起來百分之百 如果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嗎 就是現在是這裡加起來百分之百 這裡加起來百分之百 所以是算這裡的比例 這裡的比例 這樣可以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差別在哪裡嗎 需要議會一下嗎 看什麼樣子 需要議會的樣子 1嗎 就是我額外下的參數就是以弱為核心 我原本是 我原本不下參數的是加起來百分之百 四個數字加起來百分之百 那我現在下了1這個參數之後 是這樣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這樣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所以這一格被換成四六八加九一七 分之四六八 如果議改的加速之後就不算 好我們就改嘛 改2 看出來差別了嗎 變成以Colin為主的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嗎 對 只不過有幾層 欸你就只有兩種 就只有兩種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你剛剛的那個table是三層 三個的那就有三種 這樣懂嗎 沒有其心 蛤 只是立體 對啊就是三圍的那你就三個啦 你就三圍的就三個嘛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就不示範了 這都非常簡單啊 而且其實憑良性這樣 這種數字就算你不用這個函數 你也算得出來對不對 好所以說那不是那麼重要 數據分析這裡的 只是要你讓你東西快一點而已 好那我們這邊來做一個 做一個就是進階一點的 這個可能就需要練習啦 好來 好來 我們現在想要算出一個條件 就是 如果Desease等於1的時候 它的EG會發了多少 我們可以用所影函數這樣做 這樣可以吧 先挑出 Desease等於1的人 用所影函數挑出 Desease等於1的人 接著計算它的 然後再把它的Colin挑出來 這樣子挑完之後 我會獲得很多人嘛對不對 這個是 Desease等於1的人 現在的Desease等於1要等於Na Na也不重要嘛對不對 好要等於1要等於Na 然後 接著再來挑它的EGFR 然後這樣子我們可以獲得 Desease等於1的EGFR的平均值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繼續 那如果是Desease等於0的平均值勒 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Desease等於0的平均值對不對 可以齁 好那我們繼續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它的平均數加減標準差顯示出來 我們可以利用 函數paste跟paste0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標準差是多少 這樣我們做完之後 SD在這裡嘛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 這是不是它的標準差 可以接受嗎 那有時候在那個 就是在期刊論文上面 有時候如果我們要表達一個數據的話 會用平均數加減標準差去描述 那我們在R裡面怎麼樣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希望自動點嘛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在R裡面做出這件事 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動點這樣 等一下我們做練習題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好 來 怎麼來看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串 好這一串我們把它拆開好不好 這一串 paste 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等於上面命的這裡 可以嗎 看得出來齁 等於上面命的這裡 這裡然後 豆點 加減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不好打出來 這個符號不好打出來 上網隨便複製一下就可以了 豆點 SD 這一串等於這一串 這樣可以接受齁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接著 SEP 等於這個 空字元 這個意思就是我中間不要有分隔 我現在按下RUN 欸我按錯了 按下RUN 它出來的就是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這樣可以嗎 當然它現在看起來有點醜 因為我們應該要四折五路之類的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好 那paste這個函數 同時你可以把 這個SEP 等於這個 空字元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如果我們把它Delete掉 按RUN的時候 中間就有間隔一個空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把paste這個函數改成paste0這個函數 我們再按一次RUN 它這個空白就不見了 paste0這個函數就是 我不要有分隔 這樣可以嗎 paste這個函數我可以指定分隔符號 好 這樣呈現有點醜 我們來可以使用format c這個函數 來我們首先先把 min把它改成 把它存成一個叫m的這個物件 然後把sd存成一個叫s的物件 所以現在m長的這個樣子 sd長的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 這是一個小數位數很多嘛 對不對 好這邊有個函數 叫format c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 這個函數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實在是沒有什麼idea 它就是叫format c 好不好 其他R裡面其他函數都蠻好記的 就是 它想做什麼幾乎就跟它的函數名稱是一樣 但format c 真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叫這個名字 好format c 然後你放下這個 呃就是這個 你想要做45度的數字 豆點 然後這個 小數位數等於3 format等於f 當然它在run的時候 它出來的是一串文字 出來文字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來測試一下format c這個函數 舉例來說 我如果給它1的話 它小數位數三位 它出來就是1.000 好這樣子format c這個函數有什麼好處 它可以統一小數點後的位數 就算要0它會補0 這樣可以嗎 這跟這個那個 這跟那個 一般的45度不一樣 一般的45度如果補0它就省略啦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會不美觀 好然後接著 format c 這樣我們會得到 我們會得到標準差的嘛 那我們可以用paste0 把format c and 跟format c s的把它用加減符號把它貼在一起 這樣我們就會獲得一個比較乾淨 比較漂亮的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這樣可以嗎 要不要練習一下 要 好那我們暫停一下 好這個練習題啊就是 剛剛我們已經學會 要怎麼那個 要怎麼計算平均值和標準差 對不對 然後用了一些函數可以把它貼起來 然後用加減這個符號 好 基本上前面的這個程式語言 你完全可以照抄 你只需要改一些小地方 你就可以完成練習題了 但是你要了解 到底到底要怎麼改 好 這個練習題必須這樣子 就是 我現在啊 你發現 我現在要計算這個 平均值加減標準差的時候 我是不是涉及了兩個variable 一個是 一個類別變相 這個類別變相 就是一個0跟1組合的這個變相 但有時候它是012 舉例來說 我按table 這個data裡面的這個 這個 income 這總共有三類 所以它有時候有兩類有時候有三類 你必須 使用者必須可以輸入一個 這個 呃 類別變相 就來說這個類別變相叫 x好了 x等於 data裡面的income 然後使用者也可以輸入一個 連續變相 就叫data裡面的 svp好了 好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喔 從這裡開始寫函數 好不好 這裡當然可以修改啦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從這裡開始寫函數 我要什麼呢 來 這個 使用者 喔 使用者還必須決定小數位數 舉例來說這個dig 等於3 好這樣子 這個東西 就要跟下面在做formatc的時候這裡掛鉤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那我們繼續看 這是input input必須有三個 然後咧 第一個函數 你必須寫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 呃 使用者 欸那個函數必須輸出 不同的這個 income level 不同 就0 1 2 所以就是這裡0 1 2 對不對 然後它的 那個連續變相的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那這個你會用到剛剛的那一堆函數嘛 對不對 好第二個函數是 就是 類別變相不同的時候 連續變相為中位數 然後 然後 25百分位 減 75百分位 然後 你必須輸出這樣的information 所以當類別數為3的時候 主要說有0、1、2 你就要輸出三個 你就要輸出一個長度為3的文字項量 對不對 當這個類別輸入為2的時候 就是0跟1的時候 你就要輸入這個 呃就是 一個文字項量長度也2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要怎麼 尋找這個 類別數目為幾 這個我們前面好像有教過對不對 來試一下 好 那我們就練習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想要劇透多少答案 我們劇透 我們劇透一半好不好 至少另外一半你們要做出來吧 好 總共今天有兩個函數嘛 我們先做那個 先做那個 我們先做第一個函數 好 好 那第一個函數 我們很明顯的 按照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第一個要知道它的類別數有幾個嘛 對不對 它類別數有幾個要怎麼知道 是不是用那個 還有沒有印象 Levels跟那個 FactorLevels跟Lens那個組合 對不對 好 Levels.x等於 Level x 好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獲得那個 全部先 為什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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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idea 這個x不是看起來很標準嗎 為什麼 為什麼Levels打下去沒有反應 恩 它之類的變相 沒有 你說為什麼x打下去 Levels沒有反應啊 問題是這個 不是應該出現012嗎 怎麼會沒有勒 有沒有idea 你看 Levels這個函數只能用Factor嘛 對不對 有 有 就來集資料 欸對阿 因為它是Integra嘛 對不對 現在在哪裡 現在 什麼叫現在在哪裡 在天上 在天上 沒有啦 不要這樣講 這個x想在天上 好 所以Levels.x現在出現012 對不對 所以我總共有這3個 類別 對不對 總共有這3種人 然後我現在啊 我現在想要在它變成 就是這個 呃 就是 我要產生一個空的這個 就是 空的這個 自圓向量 這樣我才有辦法填 那個平均值加點標準它進去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來這個 我們先來看 Result 等於 Result 等於這個 叫做 Repeater 然後 叫做這樣子 然後 Lens hello 好 這樣子是什麼意思勒 就是我先開一個空的向量 這個空的向量 現在長度為3 然後 我等一下一個一個填進去 對不對 這是我們常用 我們那個做回圈的時候不是常用這種方法 蛤? Repeat了我沒有交換 有吧 Repeat就是重複什麼幾次啊 REP就是Repeat什麼幾次啊 這個有啦 這個很前面就有了 你好像沒有缺課啊 怎麼了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I等於1開始好不好 這是我們做回圈的時候標準的做法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關鍵是什麼 我們要先求的平均數跟標準差嘛 對不對 平均數跟標準差是不是可以用下面這個求 平均數等於 等於什麼勒 來 Y 這裡需要改什麼勒 我們要求的是 Y 的平均數對不對 可是是有什麼條件 X等於等於等於 Levels 點X 第i個的時候 這是我們要的條件嘛 這樣可以嗎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條件喔 這樣我們算出來就是 I等於1沒有錯 這樣我們算出來的這個M 就是 這個 當X等於 第一個Level的時候 它Y的平均數 這樣可以嗎 那 所以SDE也不會很難算嘛 SDE就是把這一串挑這裡來 好 這樣子我們就有了 我們就有了我們的S對不對 那有了這兩個之後 這兩個Format的S跟Format的M是不是就有了 這個這個有了 那但是這個小數位數 要被我們改成DIG對不對 我們直接改下面這裡好不好 改掉這裡 這一串是不是我們要的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可以嗎 可以喔 那我們可以把它填到 Result 裡面的第i一個 這樣是不是第一個就填完了 這樣是不是第一個就填完了 好啊我們Base上這個繼續好不好 會不會太難 可以嗎 還是你們不想做了 蛤 再試一下是不是 好好再試一下好了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解啦 這一題 這個要解完 已經非常簡單了 我都已經想要這個程度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但因為你們沒有 你們沒有 你們沒有寫到這裡 因為你們剛剛可能那個就是 可能有 就是miss掉這樣子 好沒有follow到這裡 到這裡以後我要寫回圈 我只要寫for i in1到多少 是不是lens level.x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把這一串放進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的result 是不是就是三個 三組數字了 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 我要 我要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我是不是可以把result 放在這裡 這樣子我最後這串語法執行完 我是不是 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對不對 好啊我要怎麼把它打包成函數 上面的參數不放嘛 就要說我喊test test等於 function xy dig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dig這種東西 如果我給它等於3 就是default是等於3 記得這件事嗎 好像有印象嘛對不對 好所以說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刪掉了 欸我也不用刪啦 我按sauce 欸我不是 我按全部都按run run之後我現在出現了一個test的這個函數 test的這個函數 我現在給它x等於 假如說data裡面的 income y等於data裡面的 svp dig 故意改 等於1好了 按enter 好它是不是全部都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那 svp感dbp 好 欸 xdp感dbp 居然一點反應都沒有 這樣問題很嚴重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清空再一次 因為它上面這個xyz 我們把這個刪掉好了 欸 dbp不可能是那個吧 我dbp的數字是這個樣子的嗎 我看 我確定一下 喔 我dbp跟svp長得那麼近喔 這什麼 這什麼鳥數據阿 奇怪欸 怎麼這兩個東西 搜出它跟蘇商它怎麼會長那麼近 欸這個數據太奇怪了吧 等一下喔不好意思 我當初數據長這樣 欸 真的喔 這是 好啦好啦好啦 可能 可能不知道搞什麼鬼 我剛剛覺得奇怪 好啦 我這因抗感delice 確定會變兩類啦 好不好 可以嗎 這樣變兩類 這樣 我這個語法是不是做完了 好 做完這個語法之後 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函數要怎麼做 第二個函數就是我們本來是平均值加的 不要很差嘛 改成中位數和25百分位減臺真位數 所以我們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我們本來 在這裡 計算出來是平均值加的 平均值跟標準差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改 把 min改成 median 然後把 這個 假如說 呃 q.25 等於 quantile 然後 同樣這一串 do.0.25 na.rm 等於 true 然後同樣的 我們可以有這個 q.75 然後這裡改成75 然後result 這裡要怎麼貼咧 這裡就是m 然後 這裡變成 括號 然後這個 q.25 蛤什麼 我沒有看到哪裡打錯了 喔好好 忘記3了 好謝謝 然後我可以先填入這個-號 然後再填入這個 Q.75 最後 再給一個 括號結尾 好這樣子的話 我再按一次 我再全部執行一次 現在我的test 就被我改成了剛剛那個格式了 我現在再按一次這樣test 欸缺少引數 怎麼會這樣 這一串太長了 魚髮有點 魚髮是不是有點 有點跑掉了 喔這裡 這裡多了一個空白 這樣可以嗎 我把它刪掉 再一次 好這樣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就做了相對應的改變了 輸出格式做相對應的改變 其實我就叫你們做這件事啊 可能是我們那個題目表達不是很清楚 就希望你們 這個練習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就是 熟悉一下 就是基本的那個分析的函數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 你可以自訂函數 然後用回圈 這樣子 就做這件事情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啦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 一定程度的熟悉還是要的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第二個小節 我們要講的東西 就 等一下做練習 就稍微有一點點 小小的變化 嘿 這個 也是寫個函數喔 好不好 我們來教一下現行回歸好不好 現行回歸那個 高中的時候是不是教過了 有嗎 有嗎 有齁 那個 至少年代還沒有差太遠喔 對不對 哪一天 哪一天我問這個問題 然後 那個一年級的告訴我說 喔刪掉了 我沒有學過 這個 這樣子就代表我年紀長大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現行回歸 就是 我給定一個X 預測一個Y 就是那個 二維分佈上面 用X 預測Y 這樣可以吧 有很多數據點 然後用X分 預測Y 這個 我們在這裡 掌握度應該都夠高吧 掌握度公式忘記沒有關係啦 但是就是 就是 他幹這件事情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X 然後用個點斜式 欸不是這不是點斜式啦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就是 就是 到時候我們計算的時候要用點斜式啦 但是那個 就是 我們就是用一個標準的這個 一圓一次方程式 然後 就可以 預測出一個Y heart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高中上課的時候 我們要 解 怎麼樣求得這個 Beta0跟Beta1的係數咧 還記不記得怎麼解的 忘記了沒有關係 我們很快的 複習一次 然後 我們在R裡面把它實現出來 好不好 來 這個 Beta0加Beta1 跟Y 真實的Y中間 插了一個 這個東西我們叫它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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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有正有負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把它移向之後 這個東西有正有負 我們的目標是 找出一組Beta0跟Beta1 讓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平方之後一定是正的對不對 所以 讓 雷加起來 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好 所以我們要找出一組Beta0跟Beta1 讓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想要幹什麼 你會想要幹什麼 查公事喔 是嗎 欸 微分啊 對啊 偏微分 欸 講得很好啊 是不是我們現在 是不是有上微積分 是嗎 我們現在 大一上是不是有上微積分 什麼叫有上跟沒上一樣 只有上微分 啊 什麼叫只有 偏微分跟微分不是意思一樣嗎 不是啊 你就對兩個變數微分不就好了嗎 反正 你微分 你微分Beta0的時候 Beta1那一項就當初是常數啦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偏微分 偏微分跟微分沒有什麼不一樣耶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可是那你怎麼會講出偏微分這個TEN 如果沒有教過的話 有聽過 有聽過 呵呵呵 好好好沒關係 好啦 球姐個人跳過好不好 我們會不會跳過 還是很想學 很想學嗎 可以嗎很想學 那我們學一下好不好 他想學的話我們學一下 那 這一個 對這一項 欸連鎖率有教過嗎 不好意思 有 連鎖率有喔 好 第一 一開始我們先用連鎖率啦 我們先對這一串微分 這一串微分就2直接放下來這樣就可以了吧 對不對 然後 接著再對這一串裡面的Beta0微分嘛 所以我可以2放下來這一串 然後再跟這個 裡面這個微分 然後 2放下來是在Sigma裡面嘛 那2可以直接移到Sigma外面 這樣可以吧 這邊過來 可以接受 這邊過來可以接受齁 那這裡就不用動了嘛 對這個微分就是直接把負義留下來 這樣可以吧 剩下的東西都是常數 所以 負數提到前面來 這樣是不是就微分完了 可以接受齁 可以齁 可以齁 不會太難了 好 那Beta1的偏微分求解過程呢 一樣先對這一大串求解 所以2放下來 然後剩下右邊對Beta1的微分 這樣可以齁 然後把 這邊的 Beta1的係數是-xi 對不對 -xi拉出來 好 這樣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求解的目標是什麼 當這兩個導函數 偏導函數等於0 的時候 偏導函數等於0 就是這兩串啊 這兩串 這兩串等於0的時候 答案就在那裡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既然大家喜歡上數學課的話 為什麼偏導函數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可以回答我嗎 可是你回答我幾小幾大沒意思啊對不對 那個是 為什麼偏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原理 為什麼偏導函數或者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有幾值 不然導函數是什麼 導函數是什麼的函數 導函數是斜率的函數 所以導函數等於0就是斜率等於0對不對 斜率等於0代表什麼意思 它不會再變化 喔就是 它上升到一個階段 它不會再繼續變化啦 就斜率等於0嘛 對不對 所以極值在斜率等於0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會不會覺得好像 數學很難這樣子 會覺得數學很難 可以嗎 好好好 這個 你在沉思嗎 你在沉思嗎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好不好 好 那 把這兩個連例方程式解開 這兩個連例方程式解開齁 這個 難度就 有點偏高啦 解開會得到 長成這副德性 好不好 不過 不過解連例方程式 沒有 我這邊實在寫不下去了 好不好 解法會長成這副德性 好 找完這副德性之後啊 呃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呃 上面這部分你看不懂 就是他媽算 下面這部分 下面這部分 下面這部分不就是 變異樹嗎 真的啊 你看得出來是變異樹嗎 看得出來嗎 下面這部分變異樹看得出來嗎 變異樹有兩個公式 可以互相轉換 好啦 下面這部分就是變異樹好不好 上面這部分是 共變數 就是 這兩個長得非常像啊 就一個X跟Y的問題而已啦 好不好 那 共變數在R裡面可以用這種方法算 COV然後XY 這樣簡單多了嘛 對不對 然後 在那個 變數 在R裡面可以用VAR來算 VAR剛剛學過了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求得β1 然後 β0啊 我們可以用點斜式求出來 這個是斜率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給定一個點 他一定會經過 平均值 Y的平均值跟X的平均值 所以我們 他一定要通過這個點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斜率 算出這個 他的結局是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 點斜式喔 所以我們可以來計算 這樣計算 來 這邊有一串XY 好 這邊有一串XY 然後 他的共變數怎麼算 COV XY 這樣就可以算出他的共變數了 他的變數怎麼算 VAR X 這樣就可以算出他的變數了 兩個相處就是他的β1 所以這樣我可以算出他的β1 可以嗎 我是經過推導算出來的喔 好不好 那個 計算聯力的部分 我就不求啦 好不好 那部分求起來真的也是 這個就有點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而且我們時間也不太夠了 好 那 β1 一定要經過平均值嘛 對不對 我的所有的 四值都是完全 based on 我剛剛的那個 所以他的結局是5.3 斜率是0.9 這樣可以嗎 就這兩組數據的話 好 有一個函數齁 可以很簡單的做到這件事啦 叫LM LM 是LINEAR MODEL的簡稱 好其實我算了那麼久 其實老講根本就不用會了 好不好 好可是 可是這樣子沒意思啦 好不好 你們上統計的時候 統計老師這樣教你 你覺得好玩嗎 不好玩吧 對不對 你一定要經過 就是 痛苦的推導 啊這個對不對 痛苦的過程 你們才能夠獲得這個 美妙的結果啊 直接告訴你這個 你就以為統計老師只會這個 對不對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這樣講 我知道你們都對老師很尊敬 好不好 不過沒有必要啦 就是 不過那個 欸你們如果 那個下學期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 喔有一個人工智慧的可能 在這裡喔 給你們看一下 喔如果你們有興趣 欸不 你們不要看博士班 我開在博士班 不代表只有博士班能上啊 這個是 你們不要對博士班有這麼大的敬意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節課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節課好不好 其實其實我 我 下一期難度會增加嗎 下一期難度不在於程式啦 在於 你們 你們看到的這個東西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我啊 下一期 這就是下一期 啊我覺得會很好玩 我們就是 會很好玩 可以嗎 下一期有趣是有趣在這裡 也 程式是實現那個數學的必要 必要部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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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當人的啊 好不好 下一期 就看你們有沒有興趣啦 好不好 至少沒有興趣我沒有錄影片 好不好 然後 這下一期真的很好玩啊 我覺得 下一期如果你們學到最後 你們上一期 學到最後是 學會 學會寫一個網頁 對不對 下一期學到最後來給你們看一下 一些有趣的東西好了 舉例來說這個 呃 好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比較 這個應該比較方便 好 你應該給你一張圖 然後 那個 可以抓出皮卡丘在哪裡 這屌吧 自己寫出來 自己當然自己寫出來 要要點數學啦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 那個 可以看最後 我們看進擊的巨人 這樣看一下 有沒有看過 沒有都在 好啦好啦 有看過嗎 我們讓AI看進擊的巨人 好不好 其實AI就是一串數學師啦 好啦 這樣 這個 跟你們講這個也就是 呃 就是這個推導過程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懂的話 下一期的那個 那個數學你要怎麼駕馭咧 對不對 下一期其實比較難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數學啦 好不好 其實那個 程式的部分 我是覺得還好 程式只是 其實所有程式都只是去實現 那些數學的過程而已 啊 數學看得懂 那程式就是他媽 就是長這樣而已啊 長這樣而已 你懂嗎 可以齁 當然比這再複雜一點 因為式子複雜很多啦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可以用LM這個函數 可以直接求得 直接求得那兩個係數 然後我們看Model 那 我們問LS Model 這個時候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東西 我是不是交過S3物件了 我交過S3物件了 所以LS 這個函數 是不是可以看這個S3物件裡面有什麼 這個 LS 主要看list裡面有什麼 你有點忘了是不是 好 沒關係啊 那裡面的coefficient 你可以用前號 也可以用雙引號 把這個東西叫出來 把這個東西叫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這個東西裡面的第一項就是他的結局 第二項就是他的斜率 對不對 好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 如果 要用我們的Data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筆Data嘛 我們要用Dbp預測Sbp 我們就可以利用LM這個函數 直接做到 好不好 注意喔 這個 這邊我們看不懂 對不對 這是用X來預測Y 然後用蚯蚓這個符號來 把它分隔開 知道哪邊是X哪邊是Y 好 那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意思是什麼咧 我們要用 Dbp預測Sbp 然後用Data裡面的數據 這樣我們可以求得出來的 一樣有結局有斜率 這樣可以嗎 你要求得係數也是一模一樣的方式 好 這個 你同樣可以用這個 先把 先把Data裡面的EGFR抓出來 然後放在 小老鼠 那個秋影的左邊 把Data裡面的Sbp 放在秋影的右邊 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 用Sbp預測EGFR的 這個數字 的這個 斜率跟這個 這個拮据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你同時可以用 多個 假設Sbp加Dbp 用加號把它連接起來 去預測EGFR 這樣你會獲得 兩個 斜率一個 一個拮据 這樣可以嗎 好 你們會不會很有興趣 剛剛我推倒兩個的時候 是用兩個四折編尾分 那推倒三個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編尾分 你會不會很有興趣 還好 不太有興趣 好 沒關係 我意思是這裡 就是 我們這樣子 這樣LM這個函數很方便 對不對 可是 這個數字 我怎麼用這個方式去寫出來 那我是不是前面 這裡 這裡的推導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要重做一次 你們會不會很有興趣 好啦好啦 我看出你們沒有興趣了 好啦其實應該要有興趣 有興趣又鬧完了 對不對 再來這個 如果有時候你可能要擴充變相 你可能需要用這種方法來預測 就是 點 點的意思就是 後面Data裡面的東西有權用 好這樣子的話 我能夠做出來的東西 兩個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點 後面放Data 然後我這裡面所有的變相 我全部都要用 這樣可以嗎 用兩個去預測它 好 學到這裡的時候 學到這裡的時候 應該練習題要出來 好不好 你們等一下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題是什麼 練習題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 現在 你已經會 用 你現在已經會用LM這個函數了 對不對 我看一下用什麼 預測什麼 用SBP跟DPP 預測依絕法 所以 這樣我們可以獲得它的係數 對不對 如果 使用者輸入SBP 加上DPP 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預測它的依絕法 對吧 可以接受 那 有時候 使用者假設只輸入SBP 那他是不是 你要用這個式子去預測 因為這個式子 我沒有辦法幫他填DP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他只輸入了SBP 我就要用這個式子幫他做預測 如果他只輸入了DBP 我就要用這個式子幫他做預測 所以現在總共手上有三個式子對不對 好 所以請你 現在的功用 現在你需要做一個函數 就是 你 手上總共有三個式子 然後 使用者輸入SBP 沒有輸入DBP的時候 你就使用SBP的式子去幫他預測依絕法 使用者只有輸入DBP 沒有輸入SBP的時候 就使用這個DBP的式子去預測依絕法 使用者同時輸入兩個的時候 你就使用上面這個式子去幫他做預測 這樣可以嗎 預測會預測吧 有拮据有斜率 帶數字這個東西 應該不太需要教吧 可以嗎 點頭點得很勉強 好啦 那 這是第一種寫法 就是你已經準備好三個式子了 然後讓使用者輸入要什麼 可是啊 這個 如果 你有沒有可能就是 使用者輸入好變相之後 你在根據他所想要的變相 再去建構預測模型 然後再給預測試 再用預測試給出答案 第二個式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現在我們變相只有兩個 所以總共式子只有三個 那我們變相假設有五個 然後 根據使用者有時候輸入 有時候不輸入 這樣不是有2的5四方 減一種組合嗎 減掉哪一種 就是全部都不輸入 全部都不輸入 你要預測個屁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2的5 那如果2的5四方 不是要準備好32個預測試嗎 這樣有點智障對不對 所以 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要先把預測試準備好 根據使用者的指定 然後我們去給出相對的預測 另外一種方法是 使用者指定完之後 我再去建構預測試 然後再用那個預測試去預測 這樣可以嗎 好 試一下好不好 至少第一種寫出來 好不好 試一下 好這題的 剛開始的一半要這樣寫啦 好不好 我們先寫第一種寫法的一半 好不好 第一種寫法的一半 這樣寫的 首先我要先建構三個式子 對不對 第一個式子是 model 等於 model1 好不好 model.1 等於 svp的 然後model.2 等於dbp的 model.3 等於 那個 呃 就是 svp加dbp的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是不是有model1 model2 model3 好然後我的參數要設什麼咧 我們可以這邊設 svp 等於 120 好 dbp 等於 這個 講來說 90好了 類似這樣子 隨便寫的 好然後 我們這要計算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計算 像我們是不是要用第三個式子 所以是model3 裡面的 coefficient 對不對 這coefficient裡面的 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等於 小叫coef這樣子 然後 預測式是不是等於 這個 svp 乘上 coef裡面的 第二項 對不對 加上 dbp 乘上 coef裡面的 第三項 再加上 coef裡面的 第一項 這樣是不是答案 當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答案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答案嘛 對不對 好 那個 那 那個 我們要怎麼樣 這件事情有什麼特色 就是 if if is.na svp 等於等於 force 就是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 不是na嘛 對不對 同時 同時 is.na dbp 也等於等於 force 那這樣子 我才要用這一串嘛 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把這一串的結果 把這個東西存成 叫result 然後 然後在最後把result print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怎麼寫第二個 這個發揮 就繼續好不好 可以嗎 好 好我們繼續 這個看要怎麼把它拼完好了 拼完就是 else if 然後括號 然後else if 括號 else 因為總共只有四種狀況嘛 所以只要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第二種狀況 我是不是先把這邊複製過來 我都先複製過來好了 要嘛 true 總共就只有四種狀況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在這種狀況是 sbp沒有被輸入 然後dbp被輸入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用的 是不是model 2 這樣可以嗎 我要用的是model 2 我要用的是model 2 那我的這個 coef就是model 2的 然後這個 呃 然後sbp不用嘛 對不對 dbp應該是第二個 應該是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串 它只有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是用coef的第二個 這樣就result 那這裡呢 sbp有的時候 然後 我們用的是不是model 1 然後這裡改model 1 然後這裡改sbp 然後else 我們可以講一句話 叫做 呃 就是 error 好啦我懶得打字了 就這樣 這樣我們是不是 來我們來run一次 現在全部都有輸入的話 欸 喔我我這裡 if這裡 這裡應該是小塊號 好 好我兩個都有輸入的時候 他給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我如果只輸入一個 假設說 dbp打na 那他就會給我另外的輸出嘛 對不對 那sbp跟dbp同時打na勒 error 啊為什麼還會出來 因為那個 因為我 我還沒有寫完函數 所以還沒有洗掉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好那我如果要把它改函數 是不是就是 這個 呃 myfunction 等於 等於 sbp 啊 因為人家可能 預先不輸入嘛 所以我們sbp跟dbp 都預設為na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邊 啊這個model不用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裡全部寫上去 好再清空一次 然後看一次 全部執行完 然後myfunction 我說什麼都不輸入 他就告訴我說error 對不對 如果我輸入sbp 他是不是就給我一個答案 dbp 他也給我一個答案 他是不是就給我一個新的答案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為什麼數字會 為什麼數字會 這 喔沒有沒有都寫對 好 這樣可以吧 這樣 喔這兩個答案有不一樣 好我剛剛以為這兩個答案長得一模一樣 那一定寫錯了 好那第二種寫法 就是 呃 第一種寫法是 喔我寫了 我寫了其實是第二種寫法 不是寫第一種寫法 第一種寫法是那個就是 我應該 我要先把coef存三份 然後 這樣才有辦法做 不過這兩種寫法其實差別沒有很大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小節 最後一個小節啊 是這個 就是 呃 這個部分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其實就是高中沒有教過的 剛入教現行回規的時候 是不是 X跟Y就是 兩個連 就是 都是 兩個坐標系 啊這個兩個坐標系 都是 時數域 都是 都可以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 要那個 在高中的時候我們教 假如用爸爸身高 預測你的身高好了 這個爸爸身高 是不是 當然不是 小 是不會有小於0這種事啊 好不好 但是基本上那個 允許的範圍就是整個時數 那 那個 呃 你的身高也是整個時數 對不對 呃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呃 這樣預測 這樣子的話 預測的時候 我們把這兩個東西都叫連續變相 好 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要做預測的時候 有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類別變相 這類別變相 舉例來說 呃 你的incount是什麼level 012 這三個level嘛 對不對 這三個level 彼此之間 並沒有連續關係 這樣懂嗎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假如說收入低 收入低中高 這樣三個class 他的 嗯 我們出 我們這樣分類之後 對不對 他那個 呃 然後我們把它拿去預測這個 這個局 來說 預測這個收縮壓好了 好 不要說預測收縮壓 我們預測一個 就是不要用這個data 我們來預測一個 看起來跟這個 呃 收入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預測出來的數字 是不是一條 是不是一個 斜直線 斜直線 那暗示著什麼意思 如果你的預測是一個斜直線 你就暗示著說 收入 欸不是 那個 這個教育程度d跟中的差距 的年收入差距 等於 教育程度 中跟高的年收入差距 因為他們兩個 0到1跟1到2 他們都是跨1啊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斜 這個 他們的那個就是 呃 斜率 就被你強迫成一致啦 對不對 都是一個單位啊 每提升一個單位 收入提升多少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希望 我們是不是希望這個 0跟1的差距 和1跟2的差距 可能不一樣 可是可能不一樣 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做 難得不成我012 我不要這樣編碼 我012.5 這樣可以嗎 可是這樣也被我限死啦 這樣被我限死 怎麼勒 這就是1.5比1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是自由的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做 喔這樣子我們只有一種做法 我們把012換成兩個variable 一個variable是 來我們看我們怎麼換好不好 換成兩個variable 覺得來說現在有一個 這個x就是 這個x就是教育程度 好不好 那我們把它換成兩個variable 這兩個variable 一個是 當這個 兩個variable都是0的時候 就代表它是 這個 0這個class 就是 低教育程度 如果它是 10的話 就代表它是 1這個教育程度 如果代表01的話 它就是 2這個教育程度 你這樣子編碼之後 有什麼好處咧 欸 這個 這個第一個variable 得到回歸係數 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 教育程度1比上 教育程度0 它的收入差距 第二個回歸係數是什麼 教育程度2比上 教育程度0的 收入差距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沒有被限死了 因為它給什麼數字都可以嘛 就沒有被限死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邪率啊 只是一個人沒有辦法同時滿足這兩件事而已 他不能夠同時 他兩個都是0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 低收入對不對 他不可能兩個都是1啊 然後人同時 中收入的同時高 同時中教育程度 又同時高教育程度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可以人為的把它切割成兩個變數 如果 當它是一個類別變相的時候 類別數為這個 類別數為3的時候 就可以人為切割成兩個變數 類別數為4的時候 人為切割成三個變數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 這個叫 這個叫coding 這個叫one hot encoding 就是把三個類別以上的類別變相 把它編碼成0跟1的格式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 這個 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 他在 我們不太希望他在 預測的時候是等距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轉換成 這個格式咧 我們可以用回圈填數字 來看著 現在的x是012對不對 就是有一堆數字 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知道 它有幾個類別 這樣我們才知道 要產生幾個變相 幾個 那個column要幾個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得到了 levels.cut之後 我們得到 這邊有012 所以我們的ncut就是3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的codingx 就等於 matrix都先填不填0 然後nrolls就等於它的長度 然後ncolumn就等於ncat-1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codingx是一個新的matrix 我們要一個一個填數字 然後 我們就 i等於 1到ncat-1 然後一個一個來做 當 當這個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的 當它x等於1的時候 那這些數字就要被填1 我們來點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這一行做完之後 我們的codingx 是不是就是這兩個數字 就被填上1了 為什麼 因為我用索引函數 把第一個column 然後 x等於1的地方 被我挑出來了 所以這兩個就被我填1了 這樣可以嗎 然後 i等於2的時候 i等於2的時候 我們先看這一行好了 這一行是不是 這兩個地方 第三個跟第六個 被我 挑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我的i是2 對不對 所以在這兩個 是不是被我挑出來了 這兩個我強迫它填入1 我們再看一次codingx 是不是被我填入了 好最後 再一個 如果x是na的話 那 那 它的那個raw 我就要填入na 這樣子我的codingx 是不是完成了 所以上面 這一串語法 就是我要完成 把 012的這種類別變相 超過三個類別以上的類別變相 轉換成 coding matrix的方法 這樣可以吧 這一串 這串語法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你看不懂 也 無所謂啦 好不好 但是應該要看懂 看不懂就是抄下來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 好 好 有另外一個 如果你要用R內建的方式去做的話 這樣子的方法更簡單 但是這樣的方法有一個缺點 就是na被我去掉了 na被我去掉了 12346嘛 對不對 那 如果我需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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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matrix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咧 就是 它多了一個 這個 這個結具項 對不對 如果我不要結具項的話 我需要 把這個 codingx 整理一下 就是我們需要 這個 newindex把它整理一下 好這個 newindex 首先是先產生 總共 原始的變相總共 6個 1到6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地方 newindex isna 這樣子 有些地方就是na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把 這個 newindex裡面 不是na的地方 我就把它填入這個 我就把它填入12345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說 如果 因為我總共只有5個嘛 這個 它的所影函數是1到5 然後我這樣做 是我把這個 按照順序把na的部分去掉 然後這樣子 把剩下的部分留下來 這樣懂意思嗎 我本來12346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na不看 然後我要重新計算12345 這樣重新連續編碼 但是位置不變 但是數字變了 但是數字變了 聽得懂嗎 好像露出疑惑的表情 好就是 我們現在產生123456 對不對 但是 這一格 它其實是這個matrix裡面的第五個raw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一個是第六個人啊 但是它其實是這個coding matrix裡面的第五個raw 第五個raw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函數 會幫我把na去掉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接著 coding x 就等於new index 然後-1 因為為什麼第一個是拮据嗎 拮据我不要 這樣是不是我就產生了 產生了新的一個matrix 這個 是不是跟我剛剛那個已經幾乎一樣了 然後我再把raw names把它改掉 這樣看起來就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了 是不是跟剛剛這個 我自己創造的這個一模一樣 好 這兩個方法 其實都還蠻多行的 所以沒有哪一個比較好 好不好 我們可以把它整理成同個函數 好這個部分可以跳過啦 好不好 就是 我們onehardcoding 這個是我們的新函數 這裡我只是把剛剛所有的過程全部貼在一起而已 好 所以說現在我有一個x onehardcoding它就會幫我產生 兩個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有了這項技術之後 我就可以把income跟education 都把它變成onehardcoding 現在我的coding income 是不是就是兩個column 我的coding education 是不是也是兩個column 然後我是不是可以把data 把它整併成 原來的data 原來的data 就長這樣嘛 但是我現在可以用cbine的幫它擴充嘛 對不對 這樣我cbine擴充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data1 你看 它是不是就出現了 這兩個變相是incount的 喔 education的 這兩個變相是incount的 我incount放前面 這兩個變相是education的 你看education等於2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1 education2這裡是1 education等於0的時候 這裡是 這裡是00 education等於1的時候 這裡是10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相對應的看一下這兩個變相 的變化 好 那我現在lm data egfr 然後我就可以用7到8 7到8是12345678 用sbp跟dbp 和 11到14 11到14就是education跟incount的 兩個coding之後的結果 我們可以拿來做預測 這樣可以嗎 預測出來就是 sbp的斜率 dbp的斜率 incount等於1的時候 我們要填 要給他這個數字 incount等於2的時候 我們要給他這個數字 education等於1的時候 我們給這個數字 education等於2的時候 給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好 整個過程其實可以更簡單 你如果用 告訴R 你的incount跟education 你需要用 剛剛那種方式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factor這個函數 我們這樣兩個得到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喔 你有看到嗎 每一個數字都一模一樣 差別在哪裡 我們在做下面的時候 我們是用factor 用factor 你就不用coding的這個過程 這樣知道嗎 好 我們這邊只是做一些變化而已啦 好啦 這邊其實 如果不會 如果這邊完全沒有跟上 就算了啦 好不好 其實這邊不太影響 後面的那個 後面的進程 我們只是教一些簡單的數據分析 啊怎麼了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如果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跟上的話 就那個可能高年級之後再回來看 因為 因為你現在 因為你現在還不知 可能還沒有辦法體會 什麼叫連續變相 什麼叫類別變相 這樣子 這個 這邊 如果你要做類別變相 如果你要做類別變相 超過兩個類別以上的類別變相 你要先做coding onehardcoding 之後再放入回歸分析 再放入現金回歸分析 但是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 就不想先做coding 再做回歸分析的話 你可以請R幫你做 那你要在這裡 在formule這裡 在加號這裡 要給他說factor 告訴他說 這是一個 這個是你要幫我轉成 那個 就是 onehardcoding的部分 這樣他跑出來的結果會一模一樣 好 那這樣子 練習題我自己做好了 我看你們好像受不了了 好不好 那個練習題 這個 不過回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憑良心講 就是 練習二練習三 其實只是在幫助你 就是在更了解整個R的運行 其實如果你不做的話 他對後面的課程沒有繼承性 這樣子 就是 這個是比較幸運的地方 這 資料整理那邊很重要 因為資料整理那邊有繼承性 前面六七節課都有繼承性 當然這一節課 後半段這裡沒有什麼繼承性 所以如果時間有限 想要跳過就跳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練習商 我們要怎麼做 剛剛我們是使用sbp跟dbp來預測 EGFR 現在我們想要增加income跟education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income跟education來預測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多出income跟education 好剛剛這裡是sbp嘛對不對 對不對 sbp等於123 dbp等於123 income 等於2 然後education 好可是阿 你現在發現一件事 這種寫法 如果我有四個變相 我是不是要寫16種組合 簡直就寫不完阿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改變寫法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 怎麼改變 我們要看一下要怎麼改變寫法 好不好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改變寫法 好首先 在data的部分 就是這個factor 這個就是把它轉換成類別變相嘛 對不對 這個做法 我們可以 你先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才有辦法改變寫法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剛剛這個結果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data 1 data等於 data裡面的 income 我們把它改成 asfactor data裡面的 income 然後同樣的education也是 好然後 有了這兩個 有了這兩個命令之後 我現在 data裡面的這兩個變相 是不是已經變成factor了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問他class 他就告訴我是factor了對不對 好現在 我做lm的時候 我這樣做預測 看著喔 看著我怎麼做預測 data 等於 dat 然後我要 我要哪些變相 sbp 呃 dbp income education 好這個答案是不是跟上面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變喔 而且他也有 他也有做類別變相的轉換喔 就是我先在原始data裡面做下這兩行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各種組合的都做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來我們把這個 你有了這個 這個方式之後 我們來看我們怎麼處理 今天現在我們遇到這個問題好不好 好這邊你們就看demo就好了 因為你們大概是不太可能做出來 好 所以有時候 我現在總共就是要用這四個變相 對不對 所以我的variable name 等於 等於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variable name等於 等於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我接著 有時候我要輸入這四個數字嘛 對不對 那 如果他輸入的少了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掉 好 來這裡 variable name 等於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variable is.na sbp is.na dbp is.na income is.na education 好這樣子 這一個是不是一個 我這樣拉下來之後 這是不是一個那個 呃 這是不是一個那個 邏輯變相 邏輯 邏輯 相量 然後 我給驚嘆號可以接受嗎 驚嘆號就是反過來 可以嗎 如果沒有na的話他就是true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邊故意給他打na 我出來是不是就會 這裡不是false 剩下是na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把他 把這個邏輯變相當索引 然後叫出我的variable name 是不是 欸現在 我income是na的時候 他就少了income 我現在再多一個na 他是不是又少了一個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文字項量 這個文字項量 是不是可以放在data這裡 欸可以吧 來 我們來往上放 所以我這個東西我們叫他 select var好不好 就是被我們選到的var 然後這個selectvar 我們就可以放在這裡 好所以當我有輸入 我把它叫等於model 好不好等於model 我們先把下面刪掉 當我輸入兩個na的時候 我們把model print出來 當我輸入兩個na的時候 他就只用了sbp跟education來做預測 對不對 當我輸入了 當我這邊再輸入 我income有輸入 就來說 1 他是不是又用income做預測了 這樣是不是達到我剛剛的那個變化 就是我有時候 我根據我這邊na 而且你們有沒有覺得我程式就寫很簡潔了 因為我本來 我本來是不是要用16種組合 if else要用16種 現在我是不是只要 根據他不同的na狀況 他就會自己選擇了 這樣可以嗎 那根據不同選擇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 使用者就是有不同的選擇來做嗎 下一步就是我要根據他給的這個 這個variable 然後來做預測嘛 對不對 好 那來做預測的話 我就需要剛剛那個one heart encoding的函數 來 诶我one heart encoding的函數在 在哪裡啊 在這裡 好為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出來的這個model 他的model的coefficient 是不是一串這個數字 那我們 那我們 結局一定放1嘛 那剩下是不是填入我們要填的東西 好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的 我們要填入什麼咧 我們的 這個叫做我們的這個 呃 舉來說我們的 呃 individu individu 這個呃 呃 就是 Status 好了 好我們叫Status就好了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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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第一個 擷具一定是1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數字是不是一定就是SVP 第三個 DVP 第三個 DVP 第四個 Income Income的話我們要做one heart encoding 然後one heart DVP Education 好我這樣全做 全做完之後 為什麼不給我做 我看一下喔 喔這個 這個不要這樣子好了 我 我不是要用one heart coding這個 好我如果one heart 我這裡 我這裡把他桿這樣好了 第一個邊向是 Income 是否等於1嘛 然後第二個是 Income 是否等於 是否等於2 因為他是1的時候 這裡就要 他如果是0的話 這兩個都是0 對不對 都是Force Force就是0 他如果Income是1的時候 這個是1 這個是0 他如果Income是2的時候 這個是1 這個是0 對不對 然後我這裡改成Education Education等於等於1 Education等於等於2 好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全部執行一次 你看到這個Status 是不是就是 有時候 這個就是拮据 然後SVP 然後後面一時類推 這樣可以吧 那但是 我NA的話 我跟這裡沒有辦法相對嘛 所以我一樣要Select Select Select Status 等於Status 第一個 第一個鐵定是要True的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SVP DVP 然後Income這裡要連續兩個 然後Education 也要連續兩個 這樣子的話我們秀出我們的Select Status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輸入就是 123 10 就是Income等於1 Education等於2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 Education 故意把它改成NA的時候 這樣我們看到的就是 123 10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跟 Model的 Model的 CoEfficient Model的CoEfficient 是不是四個 長度為四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 我們的Select Status 把它做相乘 相乘再累加 這樣可以 這是不是我們的線性 就是一個數一個數是帶進去嗎 關鍵只有一個 結局我們帶1 對不對 結局我們帶1 那我們相乘之後 累加累加 是用上這個函數嗎 好像有教過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好 當然你可以 如果你囂張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相量內積 相量內積 相量內積是%乘% 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相量內積 跟矩增乘法意思是一樣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按 result 等於這個 好然後 print result 這樣就寫完了 好這邊 這邊我們展現了 my function m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sbp dbp income education 然後把它寫下來 好這個 這樣的寫法 比剛剛簡潔了非常非常多 我們把它清空好不好 好 全部執行次 然後我們的my function sbp 等於 欸我這裡default要給他na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子我把它做完之後 如果我只輸入sbp 只要123 欸靠 居然不 太不給面子了吧 欸為什麼會不行 我先把它全部輸入完好了 太誇張了吧 欸靠 只輸入一個的時候不行嗎 欸只輸入一個的時候不行喔 喔因為我這裡data 喔因為我只輸入一個的時候它會變向量啦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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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我要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發生什麼事好了 因為我的data frame 當我只輸入一個的時候 主要說我輸入這個sbp 它會變成一串向量 它沒有辦法變成data 所以我要在這裡 要強迫 要強迫它asdata frame 這樣子我這個函數才是完整的 再一次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sbp也是一樣 然後如果四個都要輸入 好這樣也可以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就會做一些相對應的變化 好這樣 這樣大概懂了吧 這串 這串語法就是我剛剛這個 這串語法就是 很會寫程式的人 跟不太會寫程式的人的差別 就是我把很多東西 變成做了一個整合 然後我現在幾乎不用寫if else 這樣可以嗎 好我覺得 就是這裡如果不會就算了 就是 就是 反正之後 之後的課程 我們並不會用到 練習3的這一個 但是 但這個demo可以給你一些就是 給你一些 靈感 就是說 其實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解決 不見得什麼都要把fails 全部都寫下來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了 就是 其實資料分析 如果就是你們之後 你們現在大學生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大一 所以你們沒有學過什麼 資料分析的方法 生物統計還沒上 你們之後 那個 上到高年級的時候 呃 你們 包括你們以後要做研究的時候 你們會學到非常多的分析技術 其實R就是非常適合拿來做分析的 資料整理完之後 直接拿來做分析 那 到時候你會發現R原裡面什麼分析技術都用 只是我現在只有教線性回歸而已 好 所以這只是因為課程的限制 所以有分析指標一點點 那 但是到目前為止 到第八課為止 你應該 因為資料整理的部分 你已經很熟了嘛 對不對 也許不是很熟啦 但是用久了會熟這樣子 欸你可以自己 把Data 從Data到分析結果 你可以把它整理成同一個這個 就是 同一個語法 這樣子的話以後 假如說你做實驗的時候 一開始你Excel裡面只有十筆數據 然後你做出一個結果 對不對 那 加入第十一筆的時候 所有的分析 因為都在同一個語法 就全部在執行次 你就可以有下一個結果了 做第十二筆又有下一個結果 這樣你以後 在做什麼進度報告之類的時候 就會非常方便 增加數據就重跑一次 這樣就有結果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不好去吃飯了 好謝謝謝謝